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6月5日 有些人虽然确实执行掌上的命令 但若缺乏内心的认同 使他们不是自愿去执行 那么他们该算为最懒惰的奴仆了 在成长的过程中 您必然会有被要求或命令去做某件事的经验 在做的时候 自己都是快乐地去执行吗? 或者常常会造成自己和下命令者之间关系的紧张或冲突 现在回顾时 我觉察到什么吗? 这句 那些虽然真实执行上司命令的人 如果非心甘情愿 可说是糟透的奴隶 是圣依纳绝对于修会服从最简洁的说明 应用到家庭或职场也相当适用 这句自愿的重点是 如果你不是心甘情愿 虽然表面上你做了那个命令或要求的事 其实你只是以一个奴随的身份去做而已 圣依纳绝指出听命行事 应该具备的态度 心甘情愿地去做 是回到个人 就是自己内心要稳定 当自己内心不平或是不稳时 就会用各种帽子去扣下命令或要求的人 内心的稳定 建基于个人和天主的关系上 所以我接受这个人的要求或命令 不只是为了这个人去做 而是经由服从人 我服从了天主 我去做的时候 是心甘情愿的 耶稣十二岁留在圣殿的事件中 当时他的回答让父母不明白 但他并没有坚持 他所知道的 还是和他们一起回到拿渣勒 属他们管辖 此外 心甘情愿也是一种认同 如果没有心甘情愿 就会产生对立 面对命令 要求 也会对抗 应来 我行我恕 甚至仇恨 相反的 就是谦逊地接受 容许接受不同的见解 这就是天主的道路 当人信任天主 及掌上时 就不会这样 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掌控 而是如耶稣般真正的顺服 二者的区别就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